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还给我 还给我 还给你 你干嘛拿着这个玩意儿啊 扶我起来 是我 你好下流啊 这是什么 你好下流啊你 你下流啊 这个娃娃好漂亮好可爱啊 哎呀 真下流啊 怎么拿这种玩意儿来玩啊 我没拿来玩 真的没事发生 真的没有 他过来打电话 哎呦 打电话 是啊 打电话 是啊 打电话 他们一张裤子 过来打电话 不是啊 我真的是过来接电话的 刚才我倒垃圾的时候呢 大风把我的门给关上了 所以我过来接电话 打给开锁将 你真的没有瞎掰 这是真的 人家来接电话是不是 是啊 你就借机会拿这个玩意儿出来 我不是拿出来 我我我我我吸吸尘 然后吸到沙发底下吸一下 接着把他 还狡辩 你整天就会狡辩 你不要打他 你这么没想救啊 你听我说嘛 实际是这样的 狡辩 我打完电话 看到别人套在桌子上 因为我开工需要他 所以我问陈先生在哪里 可以买到吗 是啊 真的没什么 你不要误会他啊 伯母 什么意思啊 什么伯母啊 大嫂 你还告诉人家到哪里去买 你不要误会他啊 陈太太 什么 叫你陈太太啊 做什么 我 我不是陈太太 我们只是同共住 是不是有人要锁 锁将来了 锁将来了 搞定 谢谢你师傅 谢谢 以后有什么事 只给我打给我 好啊 谢谢你 二十四小时 谁算谁到 小心 好 拜拜 拜拜 谢谢 谢谢 陈先生 谢谢你们 不用了 不用客 晚安 晚安 你小生 你没出息啊你啊 招惹这种女人 什么招惹那么难听啊 说了人家是来借电话的 你没看那锁将吗 是啊 我是看到那个锁将了 我也看到他穿的那么薄 那么短的衣服啊 人家穿的薄穿的短是人家的事 我没有穿的薄穿的短就行了 素侯 你说对不对 素侯 什么嘛 关我什么事啊 不过他真奇怪啊 用这种玩意儿来开工 人家喜欢用什么开工人家的事 你别管人家那么多 喂 干嘛 为什么你这种玩意儿到处乱放 让人拿到啊 哎呀 对 你们的私人事情呢 我是不方便过问 可是怎么会那么的巧 穿这样的衣服 门又被风吹的关上了 过来接电话 我看他呀 一定是一楼一缝 过来找生意啊 左啊 你老说没关系 没事的 现在他送上门来了 职业那是不分贵贱的 最重要是别贪小便宜 三元 这柜子是你的 好明年的 早 早 门美味 品词2044期 小门妈咪报到 嗯 行了 交给我 大家那么熟 别那么客气了 总是我上司嘛 要得要得 行 哎 怎么了 觉得穿上制服没意思啊 不是 拼死拼活走了 又跑回来穿军装 你一心想当好警察吗 穿军装也好 便衣也好 都一样可以当好警察 对不对 说得对 好消息 好消息 今天我们的车子有人加入 也应该啊 找个小子进来补上花心的空缺 牛容 不是啊 又是个女警啊 又是女警 怎么阴气这么重啊 什么名字啊 我马上帮你查清楚 不简单啊 从中案组调过来的 名字叫做陈三元 陈三元 来来来 给大家介绍一位新组员 陈三元 大家好 给你介绍 这个年纪比较大的 叫文叔 你好 你叫个小文好了 我跟你们这些年轻人 没有打工 你是不是变小文了 小文一样吗 三元姐 别这么叫我 开玩笑嘛 过来过来 第二位第二位 这位呢 眼大大像条牛的牛容 容哥 我对女人有偏见 不过自从Madam进来之后 我已经完全改观了 只要肯做肯拼 我都把她当好兄弟 你好 你放心好了 三元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我怕你没她那么拼呢 走着瞧啊 好啊 来来来 还有 你别看得像个小朋友似的 我们这一组的电脑专家 陈三爷 你 你以前是不是住在深水部 你怎么知道 我以前也住在深水部 我住福华街 福华街是吗 三元在那长大的 那不是老邻居了 那你搬了很久啊 是啊是啊 那么你还记不记得街口满记杂货店的那个小孩子 记得 你认识他 是啊 隔了那么久 你对他还有印象啊 当然了 从小就跟着我上学 还有啊 经过他的垫子呢 一定要请我喝柠檬茶 神气了神气了 从小就有人追求 他想的美啊 胖得像小猪 还有啊 十几岁还尿裤子 我们经常笑他是超级无敌尿裤子 那真是 还有他的姓啊 好像很特别 你还记不记得 啊 叫 叫佟家辉 哇 佟家辉不就是你啊 佟家辉 原来当年追求他的就是你啊 人小鬼大啊 PC11659 over PC11659收到 想做一个身份查证 身份证号码 ECO559936 括号二 回来了 三爷 你浑身是汗 把汗擦一擦吧 你对三爷实在很细心啊 我对谁都那么细心 你擦擦汗吧 这么好啊 谢谢你啊 尿裤子 还尿裤子 回来了 第一天跟车习不习惯 也没什么 街上拖渡客查查试车查查警铃之类的 其实呢冲锋车除了做这些之外没特别的事情做呢 有 除了反罪诱之外 还有防暴 防暴可麻烦了 你也不希望嘛 当然不想了 难道每天枪林耐雨很过瘾吗 谁都希望太平盛世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只不过你们每天日子这么刻板 不无聊吗 二号车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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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弥顿到三百七十一号 欧亚金融投资有限公司 外面有人群惊局股躁 可能会有暴乱发生 二号车马上到现场为之秩序 再收到 二号车收到 马上到现场 乌鸦嘴被你说中了 快点 快签我们 快签还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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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你听我说啊 还冷静一点 昨天叫我投资 今天就倒闭 黄牛脸 你赶快帮我解决啊 大家冷静一点 听我说啊 拜托你们 我们一样也是枯朵 我们刚刚上班 才知道老板失踪了 我投资的天怎么办 是啊 是我的关钱本呢 是啊 这老板都跑掉了 跟谁去要啊 哇 这么多人了 请大家让开 让开 จะ让开 冷静一点 请大家听我说 攆开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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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别挡着我 走开走开 这些丑击娘ia ensang破的 3000 我 什么玩意啊 是尿啊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你们护着这些坏蛋 我替天洗脑 天收灭 我 我领了我 别跑 让我要冠病抓长刀啊 让让让让 不要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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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啊 不要罩 不要罩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警察打人哪 不是啊 我没有 谁有交代啊 我的衣服怎么洗都有味道 来了 别闹了 别闹了 文书有吗 我给你啊 你心理作用而已嘛 没事的 心理作用没事 你知道那个疯婆子 泼得多准啊 幸亏我闪得快 不然我也中招了 你别这么说话了 三月 如果你还是不自在的话呢 我借块消毒肥皂给你吧 要不你喜欢什么味道 我就帮你买 不用了 对了 那个老太婆怎么样 有没有事啊 哪里有事啊 她自己趴在地上了 她摆明是在耍你 你还关心她 算了 你这一次自己倒霉啊 我们查过了 这个女人呢叫李贵莲 精神有点问题 现在还要到精神阁复阵 我们警戒过她 把她放走了 你第一天 进来就碰到这种事情啊 你真是走运啊你 当自己走运吧 三月 李子尔 李子尔 怎么会闹得这样 李子尔 其实这一次的事情呢 只是个误会 跟三月没关系 我当然知道 真实情况有谁会去关心 现在那个疯佛子啊 说我们警察打人 还照下来了 我们一定没好认识过 你啊 穿上制服就是代表警队 这很容易影响警队的形象啊 拜托你 机灵点 别再碰钉子了 对不起啊 黄经理 听说你们公司背景很有问题 也有朝一说 跟金融大盘的董振英有关系 是不是有这种事呢 董振英 哎 不是你们老板吗 我待会儿打给你 董振英先生从来没跟我们合作过 也没有接触过 如果董先生肯投资我们公司的话 欧雅就不会倒闭了 四喜 怎么跟你的老板有关系呢 是不是你公司有事 啊 不会的 不是 二妹妈 二妹妈 别那么紧张 最近有一些传闻呢 说有几家小型的投资公司倒闭了 可能跟董振英有关 只是传闻还没有证实 哦 不是啊 如果真的话就很危险 对了四喜啊 你回去查证一下 不然的话 你的薪水可完蛋了 不罚你薪水 当然不会了 我们英达公司呢 是全港数一数二的金融公司啊 跟其他小公司没有关系 我老板说呢 根本是其他公司 借我们公司的名义 驱骗客户的钱呢 这还好一点 不然的话 我的钱不就跟你的薪水 当然不会了 什么你的钱 你也去炒伦敦金吗 不关我的事 是老妈的意思 没有 我只是想支持四喜的公司嘛 所以买一点点的了 好什么 其实那些人呢 真笨呢 他们应该跟我一样 找一家安全稳当的公司来投资 他们呢 不值得同情 你不要怪我这个小弟多嘴啊 像这种投资风险很大 要有什么损失 你别呼天抢地就行了 闭上你的臭嘴啊 说句好听的行不行啊 我二妹姐买刺花的时候 你连路还不会走呢 有可能吗 投资这方面你放心好了 各位观众 又回到第二节的都市追击 这次金融投资公司 倒闭的骚乱事件 引发了一场闹剧 而受害人 是这位带枪女警 臭桥子 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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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看 关了 关了 眼不见为敬啊 好了没有啊 就快好了 你待在厕所半天了 出来啊 来来来来 干嘛那么着急 好痒啊 你看看 有味道啊 你闻闻 没有心理作用而已 你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 我早就说过你 你想说我自己找的吗 我愿意啊 我做自己的本分吗 我知道 我明白 你又得找敷衍我吗 不跟你说了 让开 我敷衍你 你不是洗澡吗 这么快 你洗的 是啊 我不会洗啊 怎么了 洗坏了 我再买一件给你 这种脏东西啊 下次留给我自己洗吧 你是我老婆嘛 再怎么脏老公都帮你洗 我不支持你 谁支持你啊 陈三元 是 你可以的 做事拼命 一定有成就 老公支持你 好好用心 是 好老公 怎么样啊 胖子 你开心了 胖妞 人家在警局做的头都大了 你却在家里舒舒服服 吃饱就睡 睡饱就吃 什么 你不服气啊 什么啊 怎么了 在喂肥猪啊 帮肥猪晒衣服啊 喂 别说我没做事啊 今天晚上早一点回来 做顿好饭给你吃好不好 不太好吧 洗完衣服还要你煮饭那么辛苦 怎么好意思啊 去 喂喂 说啊 嗯 这啥嘴呢 开了间墨西哥餐厅 都会好棒啊 今晚我们二人世界吧 回家吃还不是一样 那 自己煮省钱又够饱 何乐而不为呢 对吗 回家吃跟在墨西哥餐厅吃不一样啊 人家那些墨西哥餐好好吃哦 我们去吧 哦 你到底是不是嫌我饭做的不好吃 不是 只是我今天晚上想吃墨西哥餐嘛 你煮的什么时候都可以吃 对不对 我不管你啊 反正呢 你今天晚上要回来吃饭 你知不知道 哎呀 小西哥 啊 怎么了 怎么了 啊 喂喂 说话 我把你的四脚裤掉到楼下了 哎 你不是在楼上小生那住的吗 对啊 对啊 你是 我现在姓姜 哦 对啊 姜太太是吗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晒衣服的时候 我掉了一条内裤在你阳台 我想捡回去 是吗 来来来 进来看看 让我进去看看啊 您等一下啊 再打牌啊 是 是 就一条四脚裤啊 是小生的 谢谢你啊 哈哈 看你平常又要上班 回来又做家务 把小生伺候得那么好 这种女人真是很少有啊 哪有啊 这些事情谁有空就谁做嘛 无所谓的 我认为不是啊 自己老公啊千万要盯紧 不然的话被她欺负的没完没了 周太太说的对啊 你别以为你们刚刚结婚就可以放松啊 两夫妻就像打牌一样 绝对不能放松啊 我想你们有点误会了 我跟小生呢是同屋共住 没结婚啊 俄姐 二妹姐 菜很新鲜 买不买啊 真的吗 买菜很棒的 真的 不错啊 对啊 给我们一斤吧 看你尝尝光顾 我也这么漂亮 我多给你一点了 再给你一根葱了 哇 谢谢你啊 俄姐 二妹姐 这么巧啊 一起买菜啊 买菜啊 姜太太 谢谢啊 我们先走了 好好好 先走了 拜拜 你跟这里的小贩很熟啊 其实在这住久了 左邻右舍 大家都很好相处 那当然了 他们全都是生计的老客人呢 他们现在简直把你当成 未来老板娘呢 还没呢 就是没我才担心呢 你想想啊 你跟小生住在同一个房子 我怕人家说闲话 不会的 行得正做得正 不会有人说的 你不怕最好了 我还没买姜 俄姐啊 黎国湖还有个孩子呢 是吗 是啊 你怎么知道啊 我有个亲戚 呵呵她的结婚喜酒啊 那不是失婚妇人 对啊 这样算小生真是吃亏了 所以啊 这个女人才会死缠到底啊 搬到她那儿 跟她一块住嘛 怪不得了 我看到她为小生洗内裤啊 是吗 她一定想缠着不放啊 小生的也算是个督察呀 居然愿意 送上门的 做男人才无所谓呢 做女人做她这么随便呢 真是不要脸呢 你买多少啊 不买了 算了啊 这种八婆最喜欢说人闲话 幸亏你刚才说 行的正做的正不怕人家说 我回来了老婆 你说什么 怎么了 素 我被人笑啊 闲话传得满天飞啊 笑什么 那些太太说我 说我死缠到底 说我咬住你不肯放啊 没有错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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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巴掌在人家身上 让他们说好了 是我死缠到底嘛 对不对 我咬住你不发索 我不管啊 不管什么 反正不管啊 反正不管啊 说啊 你不要不管我 哼 你不可以搬啊 我才没那么笨哪 那些太太说几句我就搬 浪费我的钱 总算够聪明 什么玩意儿 你的四脚裤啊 以后你自己洗好了 所有的东西呢 大家分得清清楚楚 不要招人化病 什么 那一切家庭开支 房租水费电费 我付你钱一人一半 别这样子了 要不要多开个门口 一人用一个啊 一人一个 还有件事很重要 还有 床我有了素 我干嘛还要买啊 晚上才打开那种吗 说的对 晚上睡行中床 睡多了对腰不好 我伤了腰对大家都不是很好的吗 我知道你偷我的 是啊 我真的是疼死你了 我免得你白天把床拆了 被人家看到以为我跟你睡同一张大床 快点选拔挑剔位 哇素啊 这张好啊 这张好啊 哇 有靠背啊 可以靠着看书 哇床头灯啊 哎呀 可以转动啊 哎呀 还有一张床头挤啊 哎呀 可以转的 可以把早餐转过来 张开口就可以吃了 早午饭三顿都可以在床上吃了 哇 哇你看看 请个私人看护伺候你都够了 这么贵 我喜欢吗素 讨在上面会生鲜呢 两位真是有点光 这张床呢是意大利名设计师设计的 他设计的家具啊 很多都得过奖的 哎 配上那张设计师椅子 整个房子都会改观了 啊 素啊 那张椅子 终于吵到你了 哇素啊素啊 你知道吗 这张椅子啊 我在一部电影里看过的 当时我已经一见钟情了 没想到这里有的卖啊 哇实在很正典的 哇好舒服啊 有什么特别啊 又没扶手不舒服 我看看 没扶手没关系啊 有 有什么没扶手啊 哇 做完一天世界回来 喝一杯红酒 抽一根雪价 哇 简直太过瘾了 哇 真的是很过瘾啊 你看这价钱多恐怖 一张床加上这张沙发 居屋手气都够了 你赶快起来啊 不然待会儿做坏了 要陪带 赶快起来 素啊 我真的很喜欢这张椅子 这样好了 那我牺牲我人成三分之一的时间 我不买那张床 你让我买这张椅子吧 你想要买椅子是吗 是是是 我们路口的墙计多的是 便宜又坚固啊 设计师椅子 最后还不是墙计设计师 还说财政独立不相干 还是要管着我怎么花钱 所以说女人永远只有一种啊 诚信人 买椅子 是啊 又关上了 是啊 不过你别担心 我借我的手机给你打 再给你张椅子坐也慢慢等索将来吧 不用了 这次我带了钥匙 要不要进来坐一坐 不要了 不打扰你了 那张设计师椅子 那张椅子 对啊 对啊 我很喜欢这个设计师 进来看看 不打扰你吧 怎么会呢 哇 有个电话停在这里啊 你的房子布置得真有趣啊 谢谢 我放在这里好了 好 放这儿吧 好 很好很好 真的不错 你的房间半开放式啊 不错啊 这张椅子跟你的房子是太配合了 了不起 坐啊 不用客气 好啊 哇 这椅子实在舒服 嗯 舒服 舒服 搁上去 没关系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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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弄脏了 别弄脏了 借不借我给你点意见呢 不介意 娜娜 你房间是开放式的 对不对 为什么你不把厨房的墙壁也拆了 厨房也开放 那才完美吗 我也想啊 可是房东不肯嘛 哦 房东不肯就别硬来了 喝不喝酒啊 喝酒 我拿杯子给你 哇 大白天就喝红酒啊 对啊 八二年的 哦 价钱很贵啊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辛苦赚回来的钱 应该好好享受 你赚的那些的确是辛苦钱 嘿嘿嘿嘿 我有件事情不是很明白 你这个人又有品味又漂亮 怎么会选择干这行呢 你知道我做哪一行吗 我猜测很准啊 不过我觉得 女人干这一行始终不能长久 有没有想过改行 改行 嗯 做这一行是我的理想啊 你真的觉得干这一行是你的理想 是啊 我觉得最重要是做得开心 哦 也有道理 做得开心总比做得不开心好啊 对啊 不好意思啊 哎 沈小姐 道具林叫我来的 是吗 哎 走了 不是 我走了 不打扰你了 拜拜 拜拜 好酒啊 干嘛碰我的东西 去 又什么了不起啊 哇 这张椅子真舒服啊 喂 东西弄脏了 去 片场谁都拿来做嘛 那 那个道具林呢 叫我来收那笔尾数 那笔账怎么样啊 我也不想拖他的钱 我只是尾数指导 电影公司没发薪水给我 我哪有钱给他 上次啊 那部电影 我连中期都收不到 只拿了些家具 你不要骗我啊 你也知道道具林的背景啊 我知道 麻烦你回去跟他说一声 电影公司发给我薪水 我马上还给他行不行 好 相信你 今天有人的心情很好啊 哎 月亮也有殷勤缘缺啊 你老公哄你啦 不是他哄还有谁哄啊 这样很好啊 两夫妻分开组之后 两个人争执也少了一点 少 见面也少了 你看看你啊 你这种人真是难伺候 见多了你嫌多 见少了你嫌少 你想怎么样啊 虽然经常会吵架 可是终究是一起做事 一起拼命办大案子吗 哪儿像现在胡聊透了 傻丫头 李子尔格言 没事就是喜事 走吧 Madam 没什么事吧 没事情 很太平 神通呢 他去买东西了 回来了 你去哪儿了啊 喝水吧 水 我们不是有吗 那你喝不喝 Madam 水 好啊 刚好渴了 三明啊 只包装柠檬茶 你最喜欢喝的 柠檬茶 对啊 我戒掉了 招蚂蚁 我喝水好了 喝水啊 是啊 是 原来你是买东西 给三元喝 还用柠檬茶泡妞 太土了吧 你说什么啊 什么柠檬茶泡什么妞啊 神通神通 来来来 我忘了告诉你 三元已经结婚了 人家老公对她很好啊 你没机会了 来 我喝柠檬茶 你喝水吧 Madam啊 我看这件事你要搞清楚 我跟三元呢 是旧邻居老朋友 我对三元好是不是不行啊 喂 我也是老同事啊 你对我怎么没那么好 我也很想喝柠檬茶 只包那种 算了算了不好喝 二号车 二号车收到 广东到四十号 英达金融投资公司 报车队员打了 请马上赶到现场 二号车桌子 出发吧 董振英哪 骗人家钱没天理啊 董振英 你这个王八蛋 骗人家的钱 骗光我的钱哪 快点把钱还给我 把钱还给我 你快走吧 快走吧 你找死 你拉我啊 大骗子 你们当心天收你啊 天收 天收你啊 他们上次那个疯婆子李贵人 骗人家钱 大骗子 老天收你啊 天收 你们干什么 非礼啊 强奸哪 强奸哪 非礼啊 强奸哪 有人强奸哪 李贵林 我们是警察 不要在这里再捣乱了 你再捣乱的话 我们就抓你回警察局 我是花果山的齐天大圣 我有金刚护身符 我打你 我打 打 不要动来啊 快 我打啊 我打你们呢 住住 悟空 住手 谁叫我 你是齐天大圣 我就是观音菩萨了 观音菩萨 悟空 你好疲啊 这样子捣乱 快把金刚半还给我 我 观音菩萨 那些坏人骗光我的钱啊 我今天是替天神道啊 你真的不给是吗 不给 不给 你再不给我 我就要好好的惩罚你了 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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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童 看着他 是 进去看看 是这边 好疼啊 你清醒吗 你觉得怎么样 叫救护车 麦兰是邮包炸弹 邮包炸弹 邮包炸弹 董振英写债写偿 应该是恐吓邮包 通知军火专家 不要急不要急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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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瑟尔没问题 没有了 李桂莲受精 已经送去医院检查 暂时不能做笔录 好 军火专家 正在检查现场 不过并没有发现 其他爆炸物品 他们现在正在搜集证据 好的 你们继续帮忙封锁现场 四喜啊 你知不知道你公司以前 有没有发生过 同类型事件 我做了没多久吗 我不知道啊 别紧张 收购恐吓信 死猫死老鼠也收过了 只没像现在 收炸弹这么严重嘛 你详细说一遍给我听 接下来 好的第一次大概在三个礼拜前 你说什么 董先生 我们应答没有收过 任何恐吓的物品 你们两个别胡说 影响公司的声誉 这位就是董先生是吧 现在我们正在调查你公司 受到炸弹恐吓的案子 为什么你要阻止你的职员 向我们提供资料呢 根本没有资料提供 你不肯跟警方合作 是不是有什么隐瞒 荒谬 有事找我律师谈 什么事啊 三爷 这不是让你这样做 我们可以告你妨碍司法公正呢 董先生 你只是小警员 你这是什么态度 我偷诉你 不错 我们会偷诉你 董先生 对不起 西九龙诸案组督查 程丰 这件案子已经由我们接手调查 麻烦你回警察局提供资料 董先生 我们在现场调查过 没有发现其他炸弹 那个邮包炸弹的威力 虽然不是很大 可是里面有一张 学着董振英血债血肠的字条 这个炸弹看来是一个 针对性的炸弹 你是不是有什么仇家 我想没有 不过 我们做金融投资的 在外面有生意来往 得罪了别人 不知道也有可能 你意思是说 可能是生意上的对头 不一定 我们做金融投资的 是有赚有赔 我不可能保证 我的客户一定能赚钱 比如说 有些客户在我公司 亏了钱 没地方出气 用恐吓来出气也有可能 也就是说 没有一个确实的仇家了 可以这么说 可那疯婆子李贵连 她指名道姓 说你骗光她的钱啊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啊 你也说她是疯婆子了 疯婆子说的话 你们也相信吗 为什么她谁都不说 非要针对你呢 你不觉得有点巧合吗 这个我不知道了 可能这个疯婆子 真的在我公司 投资亏了钱 阿瑟 我董振英在社会上 总算是有一点点名望的 我参加过很多慈善活动 我上过电视上过报纸 那个疯婆子也许知道我的名字 来瞎搅和也说不定 但是根据你们公司职员所说 英达已经有过几次被人恐吓 你都没有报警 而且我们警员为你做笔录的时候 你却故意隐瞒 为什么 这点你不能怪我 我们光明正大 打开门做生意 如果被人家知道我们公司 有人恐吓勒索 谁还会光顾我 包大人 把那个老花头送走了 像他这种奸商啊 老奸巨花 被他一直带着油花园 头都晕了 你到底什么人恐吓他呢 我看他心里有数 只他李亏说什么 也不能告诉我呢 怪不得三元看到他 像炸弹点了药引一样 会不会是那个疯婆子做的呢 连胖 李贵连说了些什么 四儿 你提起这个女人可惨了 她说话牛头不对马嘴 连胖 跟你一模一样啊 别逗了 他报告嘛 四儿 我花了半天时间去问他 可是他说来说去 都是那几句 什么董振英骗我钱呀 天收他之类的 可能董振英真的骗了他的钱呢 这一点我倒没办法去证明 可是我反而找到一些资料 原来他在警察局有记录 他专门挑选一些金融公司倒闭的时候呢 他就会出现捣乱现场 照连胖这么说 他不可能跟这件案子有关系 我也这么想 军火专家的调查报告出来了 那个炸弹虽然杀伤力不是很大 但是技术很专业 以李贵连的背景 和现在的精神状况 应该做不出这样一个炸弹 四儿 照你这么说 我们不是没线索了 其实最大的线索在董振英身上 何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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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风 接着新同志给你认识 陈永康军装调过来的 这一组的组长 陈永康 陈永康你好 多多指教 你好 人我交给你了 一会儿好好合作 知道吗 谢谢先生 你再玩摇摇 我就充公听了没有 谢谢 别再玩了 好 陈永康 给你介绍一下 队长 包大人 包大人你好 你好 回来了 你们查得怎么样 字条上写的董振英雪债雪长 目标一定是董振英了 而他还阻止职员说实话 一定有所隐瞒 问到什么 三元 你也是警务人员 你应该知道守则 即使我们是两夫妻 我也不可以向你透露案情的 不过呢 我们大家都觉得 董振英的背景很有问题 二伟妈 你在董振英的公司 投资要小心点 别吓我 你投资了很多吗 没有 一点点玩玩的 不是啊 妈 什么呀 你的压惊茶喝光了 跟我到厨房 再让你喝两碗 干什么呀 老妈 嘘 干什么大声啊 不是啊 老妈 你那些钱怎么算 投资一点点呢 你还叫你亲家母 跟你一起买呢 刚才干嘛不告诉姐夫呢 哎呀 怎么能说呢 他们一向都不喜欢 我玩投资的啊 我只是想有钱一起赚 才会叫亲家母一起买的 他连亲家老爷 都不想知道的 你说如果出了什么差错 我的罪可大了 经理 陈小姐 麻烦你到会计部 拿这些钱 还给你妈咪和伯母 顺便把文件手续办一办 哦 谢谢啊 请两位坐一会儿啊 谢谢啊 好的 这么爽快 应该没有问题啊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办好 是啊 把钱拿回来就算了 哎呀 你们的运气真不好啊 才一斩仓 就升了几个价位啊 真的假的 真的 哎呀是啊 真的真的 你看看 经理啊 可不可以当我们没有斩仓啊 不行 你们已经斩了仓了 算你们运气不好 每个人少赚几千嘛 不不经理啊 你当别人斩仓行不行啊 反正我女儿在这里做事情 是自己人哪 不行啊 我们是大公司 什么事情都公事公办 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哎呀 这一次看着钱没有了 哎呀 算了两位 反正你们对我们公司 没什么信心 哎 就当啊 留着钱来绑身好了 谁说我们对你们公司 没有信心呢 我们对你们公司啊 很有信心的啊 对啊 对啊 你们这是大公司啊 怎么会不相信啊 对啊 况且呢我们还有自己人 在这里做事啊 是啊 当我们没说过 别想过忙嘛 没人知道的 那好吧好吧 看来是自己人份上 那我帮你们冲开户头 不过千万别告诉别人哪 还有啊 不要过两天又来说要斩仓 不然我很为难的 不会不会的 乌亚里边条子 还有没有来调查 没有 我们全都推在老货身上了 大家都以为他是老板嘛 他都跑路了 想查没得查了 当然了 老货是我安排的 跑路的 钱全部进了我的口袋 我设这种局是天衣无缝 条子怎么查 对了 董先生 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你喜欢的话 进英打赖吧 反正我招来人才呢 条子也不会怀疑 将来我也许开家金融公司 让你去打理 多骗点钱回来 谢谢董先生 敬礼 董先生 太哥 黄斌 这么巧你也在这儿啊 这么开心 又赚钱了 那些无知妇人啊 看着旧绿影带的价位 又叫又跳 以为真的生了 他们不知道投资金融啊 要生药店是我们控制的 对了 提起投资最近我也有损失 你要多哄点甲鱼 多捞点回来 我会的 董先生 不过这一次的炸弹事情 确实影响了我们公司的生意啊 对了 到底什么人干的 那么多甲鱼死在我手上 谁知道谁啊 这种恐吓事情经常都有啊 可是用上炸弹可是第一次啊 假如警方再查下去的话 会不会有麻烦呢 有什么麻烦 警察如果抓到那个家伙 我们就更安心 他们查我什么 即使知道我骗了那个家伙又怎么样 如果有证据 那个人早就告我了 我们这次呢 趁着他上升美人再加点钱 赚他一笔 然后收手 我的四方钱全都拿出来了 就像陈经理说的 我们真的要赚他两三倍才行 对呀 幸亏啊 这个陈经理好人啊 不然我们美人还要赔几千块钱呢 这么开心去喝茶 好啊 好啊 亲家父啊 你别抢着付钱啊 你别抢着付钱才对呀 真一顿啊 说了我的灯箱要写纯情学生妹 你怎么写了风骚助家菜给我啊 哎呀 师父看错单子弄错了 其实一楼一缝的灯箱全都是一样的吧 将决下吧 不行啊 我的灯箱一定要写纯情学生妹 我赶着开工啊 你帮忙改一改吗 完了 你等等啊 我看看时间表 哎呀 完了 齐家母 你认识她啊 哎呀 她就是刚搬来住的 小城对面那个女人哪 我早猜到她是一楼一缝 你们做电影的人真挑剔 改完一次又一次 没辙啊 导演要求够啊 帮忙尽量弄好一点啊 对了 老妈 你会不会眼花看错了 怎么会呢 我跟秦家母四只眼睛四只耳朵 看到听到的 可是老妈 她样子丝丝纷纷的实在不太像啊 只不过是穿的比较性感嘛 那种不叫性感 那叫暴露啊 只有你老妈这么聪明 才会一眼看出她是一楼一缝 好了 现在挂上招牌做生意了 你要好好地看着小生啊 当心啊 她被引诱啊 哦 不会的 小生根本不是那种人嘛 你这是什么话呀 你知不知道香港为什么那么多便利店 是因为方便啊 男人的心里都是这样子 不管好坏最重要是方便啊 有个凤姐住在对面啊 二十四小时常住后觉 哇 还不心动才怪呢 哎 小生呢 还不下来 哦 她回来了 洗完澡马上下来 哎呀 什么人哪 按门铃也不好好按 你找谁啊 叫沈乔出来 时不时次看门牌啊 对面乱按门铃 找我什么事啊 什么事 找你要钱 哎呀 林叔啊 上次呢不是跟你手下说过了吗 老板还没有付我钱 我自己的钱还没有收到 你叫我怎么把钱给你呢 你跟你老板的事我不管 反正你不给钱就拿东西 哎 你别抢我的东西啊 你别碍事碍脚的 喂 不要抢我的东西啊 滚开啊 住手 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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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影子放下 阿四 我是追债啊 犯法 什么 追债 我觉得你像闯进来 抢家伤人追债 对啊 一场误会嘛 什么误会啊 滚不滚 不管抓你啊 走就走嘛 哼 那今天我给阿四面子 赶快给钱三吧 走 走 岂有此理这是 你是警察啊 你怎么不抓他们啊 他进来抢劫啊 我也想过要抓他 我为你着想 你这种身份到警察局很吃亏的知道吗 我身份会吃什么亏啊 扫黄那族人 就在我那一层楼 扫黄 对啊 你把我当什么 哎 把你当什么都好了 这个职业呢是不分贵贱的 既然你已经告诉我 干这一行呢是你的理想 我想我也可以理解你的心情 对不对 人各有事嘛 对不对 现代人笑贫不笑娼 你 你在说什么 你 你把我当是那些啊 我是做电影没纸啊 电影没纸 真的假的 那么上次在门口 能不能到处做那些 那些 那些 那些避孕套 那些只是拍电影 需要用的道具 道具 那么一天到晚 在这里进去 出售男人眼道具啊 那些男人呢 是道具师傅 上次开戏呢 找他们帮忙 他们现在收不到尾期 就跑来找我了 我真的很像那些吗 不像 当然不像了 你又漂亮 又正经 又有品味 怎么是那种女人呢 误会 误会一场误会 来来来来 我帮你把椅子搬过去 来来来来 哎呀 你怎么了 你扭到了 就换 就换 你坐下来 我帮你按摩一下 你你你帮我按摩一下 这样不太好吧 你不用客气 我以前在纽约呢 读过屋里治疗 很舒服吧 你知不知道 那些人光顾过我 都会再上门 你以前收人家 多少钱一次啊 哦 你啊 算你这次免费吧 哦 这怎么好意思啊 小生洗澡 怎么洗这么久 饿死我了 啊 你说她会不会洗了一半 睡着了呢 睡着了 睡着了 不是啊 要是睡着了洛瓦斯 那就麻烦了 算了 我上去看看啊 你上去看看吧 哎 江太太 什么事啊 鹅姐啊 糟糕了糟糕了 二妹姐 你在家正好啊 你知不知道小生在哪里 在楼上洗澡呢 没错是在洗澡 不过是在楼上 那个女人家里洗澡啊 其实舒服很多 简直有妙手为尊的感觉 以后有什么扭伤挫伤了 随时来找我 这怎么好意思啊 你又不肯收钱 这次当尝试 下次要收钱了 这么舒服 再贵也值得 你记住了 随时欢迎 你不欢迎我也会来 这么方便 走两步就到了 我要吃饭了 我不耽误你了 好吧 拜拜 好 辛苦你了啊 拜拜 陈小生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